XDDDD 算了啦 煩死了 搞個圓搞那麼久 隨便了啦 搞那麼累幹嘛 對啊我想說就這樣吧 算了算了 反正這邊只是農場而已 算了 算了 我也不知道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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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農場而已 反正等一下還要規劃什麼 嗯 種甘蔗的地方啊 種 欸說要種甘蔗 甘蔗超北藍的欸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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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在幹嘛 天就不能好好種啊 不是不是不是 是 可是 你甘蔗還要 沿著水蓋啊 對啊 我知道方形比較好啊 可是 可是 都蓋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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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可以直接把他拆了啦 不是拆了啦 就是直接把他補上去 不是嗎 不是嗎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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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沒有不然就只是那個什麼 嗯 我們甘蔗那些啊 就主要是種小麥 小麥 馬鈴薯 蘿蔔 那種 啊 甜菜我還在想 甜菜到底能衝啥 甜菜剛剛換的東西 也不是說有什麼東西要換啊 我們去看一下齁 那 甜菜 就只能換 毒馬鈴薯嘛 對啊 甜菜沒有人換什麼啦 反正就是種 小麥 馬鈴薯拿來吃嘛 蘿蔔 拿來拌子 蘿蔔 對啊 最主要種的就是 小麥跟馬鈴薯了 馬鈴薯 自己烤來吃啊 如果開始有養牛的話 就全部種小麥就好 因為土的話要蕨類啊 蕨類的話就是 種子加 樹苗 啊種子的話 又是要種小麥 所以 這個空島 比較 性價比比較高的就是 小麥 這樣子 那如果有牛的話 就拿小麥去 餵牛 然後殺了牛 有皮革 又有肉 就是 小麥 好了 再來是 我是不是剛剛沒有繼續燒石頭 小雞塔 可是小雞沒什麼屁用欸 除了羽毛啊 好像還真的有點用欸 我記得羽毛可以換 換好像是終界的東西吧 看一下喔 欸 這裡 紙加骨粉換羽毛 喔 地獄之心加羽毛等於翹翅 對 終界的東西 喔 等一下 嗯 嗯 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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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雞也可以吃雞肉 蛤 等一下我們就拿股粉拼命去撒吧 我也會很抖阿 拜託只有你們阿 我也很抖捏 不要再走 一盛 這個小雞 就是它的地方 讓它們來拍攝 但是我會想要用這個 小雞 這個小雞 是用這個小雞 小雞 小雞 3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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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笑 所以我們需要大量的種子 沒問題 我沒有骨頭 反正空島最重要就是生怪塔 你沒有生怪塔就沒有骨粉 很麻煩 我沒有生怪塔就沒有骨頭 後來想想... 豬... 真的有必要養豬嗎? 他覺得豬真的沒啥用耶 就只有豬肉 哼 歪 怎麼會這樣 五右鍵按著也會破壞喔 對啊 可是想說又不能不養 羊也是阿 除了羊毛也沒什麼屁用阿 這邊多高阿 64 對阿 你看又自己爆了耶 奇妙 比米奇妙妙屋還奇妙耶 怎麼會這樣子 適合 旁邊有多東西 嗯 嗯 不不不不 酱糖 把... 拿一下弓箭他 快把弓箭都拿去 把弓箭都拿去 银子 把弓箭都拿去 蓋個修羅場也不是不行齁 進去打怪殺一殺 今天會出去倒數嗎 不會會在家 這邊沒有要出門喔 以前我刷泥土的方法是養出安德 就用生怪塔然後用出安德的高度 然後再倒水流 就是我是用水流方法嘛 然後就讓安德自己跑到 想辦法跑到我附近 就是我那時候是在頭上用一個終界蠻 然後就讓安德在我附近然後再放草地 然後再拿掠奪的刀 你就可以獲得 他拿一塊地 可是你拿掠奪打他你可以獲得兩塊土地這樣子 就可惜他不能拿鑽石鑽啊 綠寶石鑽那樣子 不然就可以這樣刷了吧 我真是聰明 來鑽石鑽 直播倒數 晚上就知道啦 晚上會開台啦 只是會不會開到跨年是另外一回事啊 演奏 演奏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